好好好 一连三个好 足以能证明宁义此时的心情 他只觉得胸腔间一股子热血浮上来 他昨天听了苏木槿的建议 想来想去还是找到了金赵尹 第一是他的身份够低 第二就是他的为人够正直 可没想到他如此得他心意 李爱卿这一番话和他没有任何的通气 竟然能做到这个样子 这如何能不让他欣慰 李爱卿今天的相助 朕一定不会忘记 另一转头看向御史扬声道 林御史记录下来 今天朝堂上发生的事情 也全都记录史册 要让大洲朝的百姓们都知道 我们大洲朝有这样的一心为民的好官 御史早已听得热血沸腾 此刻恨不得自己也把全身的身家给捐献出来 听到皇上的吩咐 他高声道 皇上放心 今天早朝发生的事情 臣一定尽心尽力的 全都记录史册 李大人铭挤了嘴唇 傲然道 臣做这些不是为了流传轻史 朕知道 宁义打断他的话 李爱卿 朕是为了让后人都以此为志 李大人就不要多言了 是 宁义目光转了一圈 瞧着震惊不已的众大臣 趁热打铁 还有哪位爱卿要借钱出来 臣愿意 众人哗然 因为此时站出来的人不是别人 而是徐家的三老爷 几乎是下意识的 众人目光都转向了徐大老爷 徐大老爷和皇室对立的场合谁不知道 现如今徐三老爷竟然要主动跑出来给皇上借钱 徐大老爷的脸色也不好看 他和徐三老爷同朝为官 最近这么长时间 徐家屡受重创 他们大方和三方也闹得有些僵 现在三弟这是当场给他打脸吗 三弟你可想清楚了 徐大人 在朝中可没有你三弟 只有同样在朝为官的徐大人 徐三老爷听了自己儿子的一番话 想了一整夜 昨夜彻夜未眠 想着要趁事情还没有变得不可收拾的时候 赶紧站好队 要不然等到皇上腾出手来收拾徐家 那轻则灭门 重则株连九族 他就算不为了自己想想 也要为了自己的儿子想想 儿子今年才刚刚十五岁 刚刚娶了娇妻 他的人生还有一大半要走 所以他不能拿自己儿子的性命作为赌注 穆尔看得比他要清楚得多 所以他也就想明白了 没错 就算是想着功成名就 也不是只有谋朝篡位这么一条出路 穆尔学问这样高 将来只要不犯罪 肯定会前途伺紧的 穆尔说了 要对皇上表示忠心 现在的情况可不就是出头的时候吗 他想了想 扬声道 皇上 臣愿意募捐二十万两 募捐 没错 就是募捐 他没打算要这么一笔钱回来 如果能用这么一笔银子 买回自己一家人的安危 那么他愿意出这笔银子 此言一出 众人皆惊 就连宁意也想不到 一向跟他作对的徐家 徐三老爷竟然会做出如此的行为 他看了一眼气急败坏的徐大老爷 目光落在面色坚毅的徐三老爷身上 嘴角泛出一抹淡淡的 不可捉摸的笑容来 徐爱情 你可想好了 二十万两可不是小数目 臣想好了 徐三老爷一撩关袍跪倒在地 慌上 李大人这方话 算是彻底敲醒了臣 臣以前的确有些不是东西 可现在也明白过来了 百姓就是官员们的再生父母 瞧着藩省的百姓们受冻挨饿 臣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这二十万两银子 不算徐家捐出去的 算是臣徐家的三房捐出去的 皇上不用让御史记录账册了 百姓是皇上的百姓 可同样都是我们大周朝的百姓 臣作为大周朝的官员 如何能眼睁睁地看着百姓们 冻死饿死 更加不能让皇上一个人背负这么多的银子 所以这银子无偿拿给百姓们赈灾 只是臣羞愧 这些银子却是杯水车薪 无法帮上大忙 臣惭愧 徐大老爷目光如炬 死死地盯着徐三老爷 他怎么也想不到 他的好三弟 竟然会给他弄出这么一手 这不是打他的脸 这根本就是要彻底和他决力 代表徐家三方出的 和他没有一点关系 和他就这样彻彻底底地 划清界限 他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投靠皇帝 就这么理所当然地 以为他会输吗 徐大人 他目光阴狠 侧手看向跪在地上的徐三老爷 你果然是大义 竟然能为了百姓如此牺牲 看来以前本官是没有 瞧清徐大人的真实面目 也从来都不知道 徐大人竟然如此爱民如此啊 以前是下光糊涂 不过以后再也不会了 下光看清楚了一些事情 今后都不会再糊涂了 徐三老爷不在意 徐大老爷的冷嘲热讽 他对皇上拱拱手 声音恭敬 期间还带着一丝丝的颤抖 皇上 臣还有一事想求皇上做主 宁毅眸子一冷 感情这是用二十万两银子 来要挟他 他冷下声音 徐爱卿有话但说无妨 臣和徐大人已经分了家 住在一处 也有些不妥 所以请求皇上 给下官赐一个府邸 也好让臣能从徐家搬出来 宁毅微微一刹 没想到徐三老爷提的 竟然是这样的要求 他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要对他服软 彻底和徐家决裂 他若是同意让徐三老爷搬出府去 那就相当于是接受了徐三老爷的好意 也接受了他的投降 若是这般 以前的那些罪过 肯定是不能再追究了 宁毅有些不甘 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彻彻底底的 把徐家瓦解 分裂 彻彻底底的斩杀殆尽 徐三老爷身子都开始不住地颤抖 这是一场赌局 如果赢了 他以后跟着皇上 肯定不能再有二心 可若是输了 那不但皇上会不待见他 同样的 和大哥是再也没有可能修复于好了 一时间冷汗沉沉 皇上 苏清云及时出列 他是宁毅的老师 知道宁毅的想法 但是同样的 他对徐墨这个孩子也十分的喜欢 他不由的给徐三老爷说情 皇上 人非圣贤 孰能无果 而且徐家的二公子皇上也是看过的 十分难得的一根好苗子 将来必能成为大周朝的公骨之臣 他说的隐晦 可该听懂的人都听懂了 苏清云交出来的子弟无数 瞧着恩师都为徐三老爷说话了 他们也忍不住出列了 皇上 苏大人说的对 知错能改 善莫大言 徐三老爷如此心怀百姓 说来 以前也是受了别人的蒙蔽 请皇上开恩 宁义瞧了瞧浑身 抖如筛炕的徐三老爷 再看看苏清云 瞧见他毛子里淡淡的不赞同 他不着痕迹地吐出一口浊气 徐墨那个孩子 他是见过的 他师称苏清云 算是苏清云教导出来的 既然他能为徐墨求情 那就是变相地为他担保 苏清云的担保啊 宁义黄缓点头 准了 多谢皇上 徐三老爷松了一口气 这才发现后背深深的冷汗 已经汗湿了衣巾 他站起身来 才发现腿控制不住的颤抖 还抑制不住的发软 经兆引李大人见词 忙上前扶起了他 徐大人小心些 多谢李大人 说起来 他们是真真正正的殷勤 木尔取的 就是李大人的嫡出长孙女 他还应该称李大人一生长辈的 经兆引瞧他如此 也放下了一颗心 要不然将来徐家做错了事情 他的孙女可不是要同样遭殃了 他面色欣慰 凑近了徐三老爷 徐大人今天的行为 真是出乎预料 不过徐大人 只管往后看吧 以后的结果会告诉你 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多谢李大人教诲 经兆引含笑摇头 如此一翻下来 一个经兆引拿出十万两银子 一个徐家老爷 拿出二十万两银子 再朝的大臣们 哪里还有其他的理由推脱 苏清云第一个打翻了 方才报出来的银两数目 扬声道 臣重新报数 同样的 徐使大人不用记载成账策了 臣捐献十五万两银子 给翻省的百姓们 只希望百姓们 能早些度过艰难时期 楚尚书同样含笑出列 他是百年士族之家 家中的底蕴 绝对的不容小觑 瞧见众人目光都落在他身上 他含笑道 臣也重新报数 臣捐献三十万两银子 右相爷道 臣也重新报数 臣捐献十万两 臣也重新报数 十万两 十五万两 二十万两 十万两 八万两 一时间 朝堂中 好像成了菜市场 大家都在喊价 林玉石眼珠子通红的 把每个大臣的喊价 都给记下来 这回 不是为了记入账策 而是为了要核对 现在这些大臣们 是受了这里气氛的影响 所以开口 才会这么豪迈 就好比方才比着 谁出的最少 现在是出少了没面子 而等他们从朝堂中回去之后 恐怕路上就要痛恨不已 这些树木都留下来 等会儿让小李公公去要钱的时候 也能做个凭证 总不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喊出来了 结果却不拿银子 那就丢人丢大发了 另一瞧着眼前的局面 同样振奋不已 苏木锦一个歪点子 竟然都能弄出这么多银子来 这回赈灾的银子是不用愁了 至于北阳国 等北阳国打来了 他也有信心 能把徐老太婆 藏起来的银子给找出来 到时候就是北阳国 真的侵犯边境 那他可不会手软 当然 仗能不打就不打 这一次 北阳国二皇子来京城 其中一个原因 应该就是来试探 大周朝的兵力和实力 北阳国 等着 徐大老爷 气得脸色发青 浑身颤抖 下了潮之后 他就迅速坐了马车 回府邸 连招呼都没有打一声 众人也知道 他为何心情不好 也没有来跟他打招呼 徐大老爷 怒气冲冲地回到院子里 进了屋 就立马变了脸色 老爷回来了 徐夫人上前去给他解大球 抱怨道 怎么回来得这样晚 老爷 刚好有件好事 要跟您说 滚 什么喜事 能有什么喜事 徐大老爷 血红着眼睛 一把推开徐夫人 还不解气 上脚就开始 踹屋里的桌椅 屋里的小丫鬟 吓了一跳 赶紧都退了出去 徐大老爷 此时正怒在心头 瞧见什么都不顺眼 随手拎起手中的瓷器 就开始猛砸 混账东西 敢背叛我 敢在皇上面前 给我穿小鞋 改死的混账东西 啊 老爷 你这是怎么了 滚 徐大老爷一脚踹开他 徐夫人狠狠地跌在 碎了一地的瓷片上 手掌和手肘 顿时一片血红 他疼得脸色发白 却不敢再多说话 老爷极少发这样大的火 他瞧着 觉得渗人的话 肚子也被他踹得疼得厉害 所幸 也许徐大老爷 还保持着一点点理智 倒没有下狠心的去踹 等他发泄完了 情绪才微微有些好转 瞧见跌在地上 起不来的夫人 徐老爷 微微一惊 面上露出愧疚的神色来 他扶起徐夫人 懊恼道 夫人 方才 爱 看他这样 徐夫人也顾不得憎恨他了 忙从地上爬起来 一栋一身的冷汗 眼睛浮上一层泪意 老爷 您这是怎么了 借身真是要疼死了 说着 顺势扶着徐大老爷的手臂爬起来 徐大老爷也愧疚得不行 把他扶到床榻边坐下 一想起今天大殿中发生的事情 就气得蹊跷生烟 徐童那个混账东西 三弟 别叫他三弟 以后他跟我们徐家 没有一点关系 徐老爷眼睛一红 怒目以示 徐夫人顿时不敢说话 就听到徐大老爷 把今天早朝的事情 都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他怒气冲冲地道 今日他不但平白无故地 让我丢了十万两银子 今日他不但平白无故地 让我丢了十万两银子 竟然还敢背叛我 就算我们徐家 大方二方三方 有不对付的地方 但却是一家人 打断骨头还连着筋 他今天竟然如此待我 如此待我 徐夫人也气得浑身发抖 徐妥太不是东西了 竟然就这样投靠了皇上 我们的计划 他也是知道一二的 万一全都告诉了皇上 我们徐家该怎么办 被皇上抓到了证据 那是要灭九族的呀 这点肯定不会的 徐大老爷收敛了怒气 咬牙分析 只要有谋逆的行为 那就是谋逆 不管他怎么解释 都没办法脱罪 所以他不会傻到 和皇上交代这些 现在怕就怕 我们羽翼未封的时候 皇上对我们下手 现如今 情势对我们太不利 林巡浮也从藩省赶来了 现在和林若两个 就在驿站里住着 还有徐统那个畜生 他现在投靠了皇上 就要想办法立功 对我们肯定也不会留情的 徐夫人脸色一白 那我们该怎么办 如今我们只有兵行险招了 林若妇女两个 恨不得我们立马去死 所以现如今 对我们威胁最大的就是他们 要先想办法 把他们给解决了 老爷您说该怎么做 只能派刺客了 叫谁去才好 我去 房门忽然被人猛地推开 露出徐傲胭脂的脸 他阴森森地笑着 哼 林若那个贱人 上一次没有能杀得了他 这一次 我一定要亲自把他们妇女两个 全都斩杀在京城 帆省是他们的地盘 等到他们回到了帆省以后 恐怕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麻烦 斩草除根 现在必须要永绝后患 没错 这一点和徐大老爷想到了一起去 他想了想 才跟徐傲交代 我看义馆里的人不多 林巡抚这一次 从藩省来到京城 也得罪了一些京城中的官员 所以这个时候他死了 别人未必想得到 是我们做的 奥尔 你亲自带着暗卫 去解决他们 不要留下活口 爹爹尽管放心 儿子绝不会让他们 在儿子的眼皮底下逃出去 那徐统那边该怎么做 暂时先不动他们 徐大老爷咬紧牙关 真的觉得不甘心 好 слож的 你准备了 做完 就不容易 看到眼皮底下来 就能把眼皮底下来 好